大家好,歡迎觀看技術RE連結圖系列教成的第三課 好,我這節課要講下面的內容,看起來很複雜很多是不是? 其實也就是一堆廢話而已 大家等一下就知道這是有什麼多麼緊張 我們來解決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怎麼監控電腦的某個操作 比如說這個電腦,有些是要監控的 比如這個殺毒吧,它又時時刻刻驚視你的電腦 然後如果你的電腦出色了,它一劑就給你修復,還有提示你什麼的 這就起到監控電腦的作用 那在議員中怎麼監控電腦呢? 我們首先打開議員 好,我創建一個Windows的創口程序 好,就是這個 好,再看另一點 另一點 就認識這個10種組件,還有這個10種有什麼用呢? 在議員中有個10種叫做 有個組件叫10種,這句話才對 好,這個10種很簡單是不是? 我們來看它的屬性 它也沒什麼屬性 它只是一個10種組件 那我查看它的數據電影 上次有講到這個小手,它就是一個屬性 是不是?它是屬性 然後這個雷電,它就是一個世界 好,那這個10種有什麼用呢? 這麼簡單的10種,它能幹什麼? 好,我來看它的屬性 我點擊它,然後提示這裡 它沒有給我提示 好,有 要先點其它再點其它 它說指定10種產生的周期 單位為毫秒 那毫秒是多少? 那 1000毫秒就等於 1000毫秒 等於多少?等於1秒 這個很好理解 就是說如果這裡是1000毫秒的話 那這個10種周期就是1秒 那我試這1秒有什麼用呢? 它這個1秒又有什麼意思呢? 它其實要配合這個世界 它變得很強的 啥意思呢? 講得有點暈了是不是? 那我這個 我現在把這裡視為1秒 然後我再調色輸出 調色輸出是什麼呢? 1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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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人说你把这个改为1,那会发生什么事啊,那看一看 这个好快是不是,1毫秒是会很快的 好,这就是10种周期,就是过了多少时间就来弄一次代码 就是规定的时间内,我就不断的重复重复重复,我就执行代码就是了 好,这就是10种属性 这是10种很简单是不是,那我们就来学习这个屏蔽任务管理器 好,这个怎么说呢 这屏蔽任务管理器就要用到一个结束进程式 好,我先弄一个选择框 不当的话,你没有让用户选择,就强制结束了人家的任务管理器 这很流氓的,这跟那个恶意转件没有差,是一样的 那我就给他一点提示吧 这屏蔽任务管理器 好,然后我这个有什么用呢 我上节课说到他有一个选中的属性车,选中就真,不选就假 好,我就利用这个逻辑者来携带嘛 这个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好,那我这个时钟要多少,毫秒就精湿一次 我实时刻刻刻精湿太快了,那车内存在太多 那我就一秒精湿一差一次 那,怎么现在马上第二课有学到这个碰撞是不是 我首先碰到这个选择框里 给他起个名字吧,等下我们要讲很多内容 好,这个是屏蔽管理器 加个任务帐区吧 我们要写一套标准的程序,这个标题要改 不然的话人家看不懂 如果这个组件多了,人家看不懂你是什么 好,选择框 屏蔽任务管理器 如果选中了,这是选中的意思 如果选中了,我就中则进程 只是一条行数,大家要记住啊 好,大家看 这中则进程,我首先先看他的解释 中则指定进程,成功就返回真,失败就返回假 如果成功了,他就返回一个真,失败就返回假 这个先不要说他的返回者 我点击这里,然后这个有个加号,我点一下 然后再点这里,我看一架提示 好,这里就说 要有中则的进程ID,进程名或创口标提示的啥意思 我先,我先,只要,他的意思就是 在这三个之中选一个就可以中则进程 那怎么算呢,我打开政府管理器吧 好,比如我说我要结束这个任务管理器是不是 那任务管理器的进程是什么 在哪里,我看一看 哦,这个就是任务管理器的进程了 大家不信看一下这个描述 好,这就是任务管理器的进程 他的标识符是什么呢 他说可以是进程的ID,进程的ID是什么 就一个标识符呗,那这里没有进程的ID 那我怎么结束啊 那你在查看选择列,把这个标识符给选上 他就出现了进程的ID 好,比如这个管理器现在是4212,是不是 那我在这里停起来,4212 我看看能否把这个进程给结束掉 好,这个任务管理器被我光了 好,下次他起来的时候怎么没有被我光了啊 那是因为这个标识符不固定 那看这个标识符是不固定的 那不能用这种方法,是不是 好,把这个代码屏蔽掉 然后写上注释吧 这里的数据类型是整数清 好 那这个标识符合我们就不用了 那我们要用什么呢 中指进程还是这条命令 中指进程 他有三个形象 我们一个一个来设 第二个是进程的名称 他的名称应该是固定了吧 那这个就好办了 他是TRSKMGR TRSKMGR 好,是不是这个呢 不是还要加点.ese 点ese给他打上去 对不对 好,一抗就是知道一个文本型数据 他的数据类型是文本型 文本型数据就要加上两对双引号 是不是啊 那我现在再测试一下 屏蔽任务 哦,任务管理器被我屏蔽了 我再打开 又被屏蔽了 那成功了,是不是 这任务管理器就打不开了 那这个疫苗还给用户留点时间 你给他来个1 那这任务管理器 这任务管理器 哦,我没有屏蔽掉 还有没有运签 好,你看 这个很快的 这是他 他刚起 也输掉了 这就任务管理器 屏蔽成功 好,再看一看 这个 这也 我们三个都讲吧 中子进程 他还有一个 这中子进程 命令很强大 要能获取他一点什么就可以了 好,他这里有个窗口标题 是不是 窗口标题也可以 不好意思 刚才有点小事出去了一下 现在我又回来了 好 这个刚才讲到这个窗口标题 是不是啊 现在就继续讲 其中个任务管理器 那这里窗口标题是什么呢 比如这个有个 运筒子 任务管理器 这就是标题了 一抗就是一个文本型的数据 好 还一眼 等一下这个标题要符合啊 不然的话你等一下无法中止进程 任务管理器 这样好不好呢 我运行一下 看就知道了 屏蔽 他被我屏蔽掉了 这是啊 这三种方法大家寻一种 但是这个 进程的标色符啊 刚才是不行 因为这个标色符为武章的改变 好 我又出现这个 好烦啊 把它 把它新保存到标面 然后再打开 就好了 好 好 那这个 屏蔽政府管理器就好了 那我第一个点 就要来监控这个 令脑U庞是否被插入 是不是 比如说 你插入U庞的话 你要对U庞干什么 什么什么的 这很多大壮什么都有这个功能 是不是 好像我就来做一下 那就要例点 就要来认识这个驱动的组件 驱动器组件 啥叫这个驱动器的组件呢 在这里 驱动器框 你也可以这样 只有个名字呗 驱动器框 把它 领一下 领一下 它就出现了 好 我再把它黄进过来 这驱动器框有什么特点呢 我运行一下看 那把我这个令脑的尺旁全部给列出来了 是不是 那它还有什么特点 看它的属性 这个日体背景音色文本质就不用讲 然后这个类型 这属性主要就是这个类型 这里有个可抽取色驱动器车的 如果这个被选了之后就只能警测U庞了 你看 我现在没有插入U庞 它是空 是不是 那利用这个特性 我们就可以来判断 用户是否插入U庞 它这个很好理解 是不是 好 用这个 查看一下数据定义 很简单 是不是 没有放 方法 只有这些属性 这个驱动器被改变 就这个而已 好 这个 看一看 那 要怎么做呢 首先 我们就要来一个 邀请 不当的话 用户不知道 我们再看什么 U庞 是否 是否 插 被 好 管它呢 再来一个标签 这个就 减刺中 默认就是减刺 好 无效 那我没有加斜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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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减刺 U庞 我刚才弄错了 一次应该就是减刺中 这样才对 是不是 好 然后 我干什么 在这个 时钟里 好 在这个时钟里干什么呢 那这个判断 如果它 这个公布网区 我就不管了 在这镜头下 这个 再来个判断吧 这次判断什么呢 判断这个 等一下 再把它改名 U庞 O 驱动器 U庞 这 驱动器 等一下 这个还要讲 这是它的属性 是不是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属性呢 我调试 属性给大家看一看 驱动器 驱动器 U庞的驱动器 看看是什么 它给我一个锡 那它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锡呢 这就关系到一种叫做金融性的东西 啥叫金融性 就是 比如在SP系统下 这个应该是形式空文本 但是在我这个Windows7系统下 它是形式C 那就是不金融的意思 那这个不金融怎么办 那这个不金融我也没办法 这一元它不金融 你只能 你就只能 在SP系统下有效了 因为我也不能解决这个金融性的问题 好的 那这个还是要讲 那怎么办 判断吧 在这个 我确实在这个Windows7的系统下不金融 那大家在SP系统下是可以的 那我怎么写这个代码呢 我就有驱动器 有判 的驱动器 看看 好 另一个还要认识这个黄创状国籍 我如果这样等于这个 空 等于空 那就就是 手是什么 就是没有 有庞手手 那如果不等于空 这就反放弄了 这个 等于 反放弄就是 不等于的意思 这个就是等于 啥意思 这很好理解是 如果不等于的话 就反回真 这个是等于的话就反回真 这个是等于的话就反回真 好 如果不等于空的话 这个代码就要怎么写 这个 标签 检测U帕 的标题应该就是等于 它既然不等于 它既然不等于空 那我就是 应该就是 U帕已经插入 那是 如果这个 它等于空了 那这个U帕已经拔出 所以 应该就是这个 应该就是这个吧 是不是 它一定会给我说 U帕已经插入 因为这个 金融性问题 好 这个我也不能怎么解决 就只能这样 说一下而已 好 那这个就不要了 这我把它可视改为 看不见 是不是 那这个就 很糟了 是不是 突然给我来个字 一样一个问题 别管它 这个 这个 金融性 好 那就 请堂这个金融性吧 刚才说了这个 SP 与 这个 Windows 7 它们两个系统 有些程序就不金融了 不金融 不能这样说 应该是 有些 奈马 不金融 好 大家理解这个 稍微理解就好了 其实很多还是金融的 如果是有一些命令不金融而已 好 好 那我用来取出这个驱动的基本信息了 那我要取什么呢 我看看有什么这次库啊 好 就取出它一极章是持旁嘛 那就取它的总空间 一剩一块 那我这个 放个表情在这里 我就是这个 等一下 我既然要这样的话 我何不弄个那个呢 好我再来一个这个 我再来一个驱动器框 算 这次我给它一个表切 这是 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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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機全部 車旁驅動 這個好吧 我現在不改他的類型,全部驅動器 他就把全部驅動器給我列出來 我只想測試一下 是不是,我這個都給列出來了 好,那我幹什麼 等一下,我先把這個代碼給屏蔽掉 我要取出這個 車旁的總空間 好,驅動剩餘 驅動總容量 總空間吧 然後這個是 驅動剩餘空間 可用空間吧 可用空 可用空間 好 驅動全部空間,然後就可用空間 這樣對起來比較好 Ctrl加C,Ctrl加V 負責一個標籤 然後這個應該叫做什麼 叫做這個驅動 空間 驅動總空間 然後這裡改為警測中 好 Ctrl加C,Ctrl加V 這個也僅次數吧 這個是可用空間 好 Ctrl加C,Ctrl加V 這個也僅次數吧 如果要怎麼做這個要怎麼做,那這個很好吧 我們要來取這個命令是不是 這個命令能把一個車旁的空間給取出來呢 這個命令怎麼取呢,取車旁總空間 這個命令能把他展開之後,他出現這樣一個 這個 我看了一下提示 他說類似ABC,只能給一個這幅就好了 那我給他一個C旁 他是文本型的 文本型就要加雙名號 那我看看取出什麼 我調色輸出 車子 他給我一個 這麼 取出來的車子 看一看 他剩以KB的 就是KB 那我要 把他 這樣吧 繞文本一下 為什麼要繞文本 因為我給他加點這幅上去 KB 為什麼要繞文本呢 因為我如果不繞文本的話 我這樣後面再加KB兩個字 他把我當綠雙 不能將文本型轉化到雙丁度小數型是不是 那我繞文本就沒有繞了 這個文本要配合這個文本 好,這個 我的 西方有 有 40多句吧 這除以1024 1024應該是40多句 好 那 我要把它轉化為GB那怎麼辦 那我再這樣吧 我再除以10 等一下 好像 是有點廣了 看看這個榜數吧 好,這個 另一個是 這幅創造相連 那這個還要講 因為畢竟我們是第三課嘛 好多人都還處於新手狀態 不能 講得這麼快 好,比如說 這個段話 與那段話 那這個是連在一起的是不是 讓我測試一下 這段話與那段話就連在一起 這請平立了 別分招了 那我再加上一段話 再加上 再加上 一段話 大家看 我現在再加上一段話 有人說你行這段話你怎麼不這樣啊 你打不這樣啊 那這樣也可以啊 那如果是說 我要講這個 文本的強領嘛 這個 假話是這樣用的 大家看 他是把這段話給連起來的 是不是 那如果你還可以再加這裡 自己還有一段話 還有一段話 這次你再測試一下 他這次文本的強領就是把一段文本給連起來 前提是他們都是要文本型的 這加上雙引號就是文本型的唄 是不是 好,這個就是文本的強領 我這個又出現了 44個我要把它關掉 然後打開一下 好 那這個 潛塘這個存儲單位吧 這個存儲單位是什麼呢 後面吧 就是說這個 VIT 在計算機中成為E-Way 為什麼是Way呢 因為是 這個 二進字就要用Way來表示 所以BET是最小的單位 它是 它 8Way二進字 等一下我把這個列出來 8Way 8BT VIT就8Way 它等於什麼呢 等於 E B T B T T 不知道這個對不得 它是一個字節 一個字節就等於8位 比如說在計算機中 這個二進字是這樣表示的吧 000000 2468 然後就等於一個字節 1好像是 應該 應該就等於1字節吧 然後在這個存儲單位就是這樣 這個二進字講起來很繞的 但是 如果要講的話 那萬一後 專門出一套教程 把這個E集給大家講一下 要看我有空沒有 好 那 看這個 8位就等於1字節是不是 那1B BYK 那就是一個字節 等於 那這個 1024字節 等於 1KB 是不是 然後1024KB就 等於一個 好像KB叫比特是不是 哦也不記得了 等於1MB 經常是這樣 1M1024MB 就等於1GB 1M1024GB就等於1TB 好像是這個 規則 可以去網上查一查 好這個單位就是這樣的 那 那我們調適出這個是什麼 KB是不是 那KB要轉化為 GB那要怎麼辦 大家看它相差是 10241024 所以它要除以 在這個應該是要除以 10 要整除以1024 然後把它轉化為 MB 然後再把它轉化為GB 是不是 然後這裡再加GB 來 來 翘式輸出 好 48GB 取出來了 那我就把它 把這個取出來的文本性 我把它付給一個 要簽 付給誰呢 要簽 這個總空間 還要一個標題 我這個48GB就取出來了 但是 那是有的人未說了 你這個改變 你把它換為成立旁 它怎麼沒有改變啊 那這個 很好吧 這怎麼 這麼棒呢 好是不是呀 我剛才在這裡取到一個C 是不是 那我怎麼知道用戶選了D還有F還有什麼呢 那大家 再看我一條命令 我調色輸出給大家看 大家肯定就很明白用戶選了哪個了 驅動器 的驅動器 大家看我現在選D 它給我一個D 我選C它給我一個C 我選F 它給我一個F 那這個就好棒了是不是 我把它 把這個 C把它換一下就可以了 驅動器 E的 驅動器 好 這就OK了 現在48G 401G 是不是 好這個就OK了 然後我還想幹什麼呢 我想讓它顯示KB 然後再選 再顯示 GB 我再加上來就可以了 這樣 拖長一點 這也拖長一點 那這個 碰在一起了我就要再加個 加個括號 我再給它連個括號就OK了 好這個KB然後轉化成GB就好了 然後 大家在看我選F的時候它給我一個-1KB 0GB 那這個明顯是不行的那 那 既然這個光區沒有插入 那應該是0KB 我們應該是默認就給它一個折的那 怎麼碰亂 這也很好吧 碰亂 如果這個取出來的持放空間 如果等於-1的話 他看 如果失敗就反回-1 那如果是-1的話 那就是失敗了 失敗了我們直接就幹什麼 我直接就給它一個標題就好了 我連碰盪都不用碰盪 我直接就給它一個 0KB然後沒有0GB 是不是 如果你既然取不到了失敗了那我直接就給你一個這樣的折 加快這個速度 那下面的驅動可用空間這個應該就很好做了吧 還是我繼續放放 我這個在這裡 這裡有個取尺旁剩餘空間 取尺旁剩餘空間 那還是取這個驅動器1的 驅動器好聽的怪怪的 那要怎麼把它改為 全部驅動旁 好 驅動器 全部驅動旁的驅動器 全部驅動旁的驅動器 好 如果等於-1的話 那0碰盪都不用碰盪 這個標籤 可用空間 怎麼還加個1啊 去吧 可用空間的標題就等於這個 0KB 然後這邊是 這邊是0GB 不用放浪了 直接就這樣吧 好然後這個標籤 可用空間的標題如果它取成功了那我就要把它弄出來的時候是 那倒文本吧 跟上面的命令一樣我就 不弄那麼 不講那麼多廢話了 驅車旁剩餘空間 好驅動器 全部驅動旁的驅動器 然後加上一個 KB 加這個 然後再加這個 先給它一個括號先 然後這裡是加上一個倒文本 去車旁 升級空間 驅動器 一個驅動 全部驅動旁的驅動器 除以1020 除以1020 好再測試一下 它沒有加上Gb 有些人說你這裡又行著浪騰了 你為什麼不這樣呢 是不是 為什麼還要加個括號 那這 這樣就ok了是不是 好這取出來了 好 又給這麼多的東西 好煩啊 繼續繼續 然後講到哪裡了 講到這個 驅動器的基本信息是不是 好那這個 這附上的相連 這個 好了 好第 第二 哇好多 我都碰到不出是哪一點了 好如何讓時間停止監控 那你如果不說的話這個時鐘默證就是 一秒執行一次 那我想讓它停下來 那怎麼辦 那就要 來個按鈕吧 攔住它因為它也是不行 所以本來就沒有 好這個 這叫做 頭先它是默定就啟動的是不是 就叫做 停止監控 那這個按鈕就叫做監控 好 我測試一下介面 好 放過來一點 那我再選這代碼了 如果這個被監控了那很好放是不是 這時鐘其實它的周期等於零就停車了 那我改它的屬性不就ok了嗎 等一下我檢測不到了 那只要改它的屬性就ok了是不是 那我把它的屬性改為 時鐘也不好停 停控 好這個 時鐘 時鐘怎麼找的 時鐘監控 那時鐘周期我讓它等於零 零就是不監控了 它默證是監控的是不是 停止監控 它沒有監控了 它停了 這時鐘停車了 那為了 表示這個時鐘確實停車 我們把時鐘監控 時鐘周期我給它 調適出出來 停止一下它等於零了 好這就 證明這個時鐘停車 好那 有人說你這個能停止 那能不能開始 可以的 還是不要放到命內 放到如果這個按鈕 監控的標題 它屬性就等於這個停止監控 是不是 那我就給它停止掉 然後幹什麼 再讓按鈕1 的標題等於這個 開始監控 好它開始監控了 然後 這段代碼寫完之後 它變成開始監控 是不是 那怎麼 把它弄回來啊 那就是失蹤 它下次點的時候 它等於開始監控了 那它的 就會往這邊走 那就是失控監控的標題就等於 還是停止監控 這次我就再讓失蹤 啟動 直中監控 直中監控 那它等於疫情 好它就停止於開始監控 測試啊 好我 停止監控 這個C沒有了 我開始監控 它又開始監控了 好這就成功了 這很好理解 這個介面收縮一下 好繼續下面的內容 這個 好在這個如果真命令的妙用 好 我們又要學命令了 那大家看 我這裡只要 碰到它選中 我就直接代碼 但是這個 後面這個鏡頭好像浪費了 是不是 就 它 如果 如果這個代碼 我只想碰到它選中 如果 不想碰到它不行中 那則吧 那你可以這樣 把它改為 如果真 這如果真很好一點 你看 它就這個鏡頭這樣下來 那這個如果真還是要講一下 我先把這個屏蔽掉 喔 這 等一下 把這個 我剛度再說一下吧 之前不要掛 我當中那個按鈕來顯示一下 好 如果這 如果這裡等於針的話 這裡如果等於針 一個邏輯則如果在這裡等於針的話 就調色輸出 這裡要條件成合力 才能 執行 代碼 那在這裡呢 這個在這裡 這裡就是什麼 這裡無論條件 成不成立 都要執行來 這個 很好理解 是不是 等一下 治理掉條件為真實 才 哪個調色輸出來 弄掉 好 你看 我按著按鈕 這段代碼被觸發 然後他就說 這裡要條件成立才能針針來 那這個代碼就被觸發了 然後這裡 無論條件成不成立都要針針來 好 好理解 把它改為假 那這個 輸出一條命令 這個 無論條件成不成立都要針針來 那這個 這個妙用就用在這裡 在這裡很好用 如果真 如果真是選中的我就給他一個這樣 那如果他沒有選中那怎麼辦 我讓他 你責心下命來吧 你如果 選中了那我就責心 你不選中那 我不管你了 你去下命執行來吧 我直接跳過 這就是這個如果真命令 好 阿康是不是功能一樣 是不是 我屏蔽這麼關於去還是可以屏蔽的 好 這個按鈕 先弄掉 好 這個 潛射這個列表礦 這個列表礦 本來是要來講這個 取這個宿主IP的 那只不過這個宿主 比較難講一點 所以我這個取消了 好這個列表礦 這個列表礦好像有點繞 我也沒有舍裡來講 這個應該很枯燥吧 那這個先跳過吧 由於我我直接課要來說這個 列表礦的時候是要來取那個 硬腦的宿主IP 但是這個宿主 的確在新手入門的時候不好講 所以我如果這樣講下去的話 好多人都會 都會睡覺 好 那這個就我暫時不講了 我給這個 就是屏蔽這樣 好 這個 我們來講這個 第四點 怎麼取這個 令腦的信息 就比如我想取這個令腦的主機名 還有取這個令腦的IP 好那這個 來個標籤吧 本機主機名 好把它弄上去 放個標籤 這個就是撿一次中 本機主機名 怎麼弄呢 還是在這時中 這時中就是有這個監控的作用 那 標籤 本機主機名的標題等於什麼 是不是等於這個 還是 航數 看一下 好像是取主機名 好 這個取主機名 是一條命令 所以後面有個括號 看看它有沒有優數 它目有優數 所以 它反為主機名 它是一個文本型的 這裡也是文本型的 那不用短話 我直接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OK了 然後怎麼說呢 再看防速 這個取出令腦的IP 好 那我就可能要取這個外網了 本GIP 例子 可能做一下C 可能做一下文 本GIP 好 標籤 標籤 本GIP 標題 能力什麼呢 能力這個轉化為 轉換 為 IP地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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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有一個優數就是 預轉化的主機名 是不是就是這個啊 把它轉換過來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 你這個是相等的 你可以 也可以 你這個也可以啊 應該是相等的 對 好 取出我的外網IP來了 那誰行 還是這條命令吧 好 這個 取出來這個IP是我的外網IP 1.116 16254 220 的外網了 好我請堂這個本GIP地址 這個 每台機器都有一個應該都有一個IP地址 也有沒有IP地址 那沒有IP地址 那就 就不能與別台的機器連接 你如果要把 要讓你的機器與別的機器連接就需要這個IP地址 比如你在 在學校的機房裡 那學校的機器是好像是很多台的 那你想 取出哪一台的文件 就那個文件共享啊 那就要用到這個IP地址 好這 本GIP地址 這個 它有外網與那個內網 外網 內網的 這個地方就是 這個IP地址 好像 好像有上總網絡要做 居域網 居域網 還有這個廣域網 這居域網嘛就是在某一個機房裡 用那個 本地IP 本地IP 就可以通過這個本地IP 與那 居域網的機器連接 那這成語網就應該用這個外網了吧 這外網IP還有這應該也是外網 就 這個成語網的區域就比較大了你可以連接你 比如你在學校然後你連接你家的那台電腦 就要用到外網 外網IP 這就是這三個 好這外網IP嘛一般都是用來連接電腦的 你要 把你的電腦接住附近網也就是接住這個外網IP 或者請堂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 沒有什麼 重要的 重要的作用 好 這個 第五點了 如何 如何 制定 數據類型 以擴展數據類型 出現 大意思 比如 比如說什麼呢 我這個有個主機名 IP地址 那你看我這個 我都要這樣設施 那我先 弄一個 數據類型給大家看一看 就是如何自定義數據類型 第一點是如何自定義數據類型 如何要用自定義數據類型 那開始了 在這個程序這裡 你點這個程序 如果自定義數據類型 點它 除去一片空白那就正常了 那你當機鼠標 然後右鍵 插入新的數據類型 有什麼 比如說什麼呢 比如說 這數據類型就是一個分類 比如說這個 這是什麼呢 就是 帶分類的意思 比如說這個豬吧 我現在 請您的說一下 這個豬 你說它是豬那豬的什麼 你可以這個豬心 然後 豬肉 還有這個 豬腿 豬腿沒有 那就不要了 豬頭 然後 然後就什麼呢 然後 就 枕頭豬 枕頭豬 就起到一個分類的作用 就是一個屬性 那 這個豬不好理解 這個人吧 人比較聰明 這人 人的姓名 人的年齡 自己倒有了 人的性別 人的身高就是一個屬性 好 那人的姓名就是這個 文本性 人的年齡是整數性 就是進行一個變量的分類 性別是邏輯型的 還沒有什麼實力 那就拿這個IP來講吧 我做一下數據這些 比如我說 電腦 電腦有很多種是不是 就比如 張開這個吧 這是 本機 本機主機名 本機主機名 這是本機IP例子 我把它全部視為文本性 因為它這個是文本性的 就是 它記上的文本性就是要文本性 好 那我生命了這樣一個電腦 那我怎麼要用呢 在這裡 生命一個變量 叫做電腦 然後電腦什麼呢 我剛才制定一個 出去點心叫電腦 是不是 那我就電腦 大家看我現在讓 令腦 令腦的本機主機名 等於這個 取主機名 我讓令腦 的本機IP例子 等於這個 轉化為IP例 然後我再把這個 令腦 本機主機名 給它然後再把令腦 本機IP 一直給它 大家看 功能一樣 就進行一個分類而已 這數據的形式就是這樣 很簡單 好這就是數據的形式 就是進行分類再分類的意思 比如說你不能 你說 比如說我問你說 那我的 我的筆在哪裡啊 你說你在桌子上 桌子上如果有個書包的話 你應該這樣說 在那條筆在那個書包裏 然後就要桌子 然後在書包 然後在書包裏面的 格子 然後 在這筆 是不是 就是分類的意思 好 然後 這個 我們說了 講到哪裡了 那 聲明語調用大家應該看了這個都會了 這個也沒有好事實力以後就 以後會經常用到 好那個 請認識其他數據類型的命令 好 我們要來 獲取這個印刀的信息 在哪裡 指示庫這裡有個 應用介面 指示庫 這裡有個數據類型 印刀信息 印刀信息 那我們就來用這個吧 好 這個印刀信息啊 怎麼說呢 提示一下吧 好 那我來獲取這個印刀的信息啊 他首先有個型號 等一下我先用個表情 印刀信息 印刀信息 印刀信息什麼呢 他是有個型號 型號 這邊是型號 然後 這邊是版本號 可能臭加西 可能臭加本 可能臭加本 這邊是序列號 可能臭加本 這邊是容量 可能臭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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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環境大俠 環境大俠 可能臭加本 這個環境大俠 這邊是每扯到上去數 每... 每... 那...哪裡啊 是哪個秒 每扯到 上旁數 是不是 就是旁上數 上去 數 上去數 上去數 很臭加本 這個是... 扯頭數 好煩是不是 住民數 老是進行重複的操作 這次 扯秘書 好 這一個過來就可以了 進行次中 首先這個型號 這一次型號是不是 扯頭 扯頭加C扯頭加B 這個 版本號 加了一個 扯頭加B 沒有效果 扯頭加B 這 舍 序 對好 大家要 起到這個改名的作用 你從學一元的利益提起 你就要有這個習慣了 扯頭加 扯頭加B 扯頭加B 這個可以設 緩存大小 扯頭加B 美到上 美 扯頭 上去數 扯頭加B 手 這些 扯頭加B 撻頭加B 扯頭加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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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 扯頭加B OK了 終於把它弄好了 扯頭加B 好,把它弄好了,那我就要取這個硬盤的信息囉 那還是在這時鐘裡吧 硬盤 硬盤信息 那用手要怎麼取 看我操作 這裡有一條命令 這隻書記的形式才是命令,主要要用到這個命令 在哪裡 不好意思,我查一下,有一隻命令太多了,有時候也要好好的找一找 好,有個取印旁信息 取印旁信息 它木有返回者,有返回者它就是邏輯型 好,我看看它有什麼屬性 首先說,要一個印旁信息 我剛才聲明了一個印旁 是不是 好,這個印旁的序號 這個一旁都是0吧 要看一個接口長兩次旁 一次旁都是翅膀上 好像就是0吧,0是翅膀0 好,我取出這個印旁的信息了 它這個邏輯型 就成功與不成功 這木用鳥怕 那,開始啦 標籤 標籤容量的標題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印旁 那麼一點,它就把屬性給弄出來 好,這裡是文本 這是整數大家看好了 這裡是文本 這整數與文本不兼容 那要看什麼 我會倒文本一下 是不是 你不知道文本它等一下就 這數據類型出錯 標籤 標籤 提示的大這幾個MV 在這裡 好,就MV吧 標籤 標籤 標題等於 印旁 這個型號 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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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 序列号 序列号好像是无疑无耳的 大家去做那个注册的时候 这个好用 就是说只能限定 序列号的领导使用 这个程序可以这样设置 这个程序 刚才讲到哪里了 这个序列号是不是 序列号是什么呢 文本型的 这也是文本型的 这标签本来的标题就是文本型的 这要不是文本型 我们就要给它转化 序列号 榜本号 标题等于 印旁榜本号 又是一个文本型 我打快一点了 标题等于 印旁 标题等于 印旁 标题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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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知道它的数据 有一个喜欢的标题 明显不显 我辞职一下了 应该是标题等于 好,這個就OK了,就做好了這個 好,接下來就看看還有什麼內容要長 這個熱車的長量 我們在計算機動,比如說一句話,我們用一個 比如說一桶水吧 你這一桶水去打的時候,你用一個桶,然後把這個水給 把這個水把它裝進這個桶這裡 然後下次的話,你只要拿這個桶就相當拿著水,是不是 好,這個就是長量怎麼算呢 長量就是一個固定的折 就比如說我的名字 我現在想把它改一下,那可不可以啊 那在我自己是可以的,但是我如果想被人家公證的話 公證書我試這個名字的話,那還有一點難度 我要修改這個身份證,還有我要告訴很多人說我改的名字 那這個長量跟名字有很相似的地方 就說你要改,你只能在手工改,你不能在代碼中改 就是這個長量,它是一個固定的折 一般的話,這個長量是不會被改變的 就在代碼中不會被改變 或許根本就不會被改變吧 如果這個名字,我這個名字要在新字中改,那不可能的 好,這個就相當這個 怎麼聲明一個長量 長量的聲明一定要用 好,這個長量在這裡 在這裡有個長量吧 好,這個長量,比如說 比如說一句話 那它給你一個折疑,那就是 這句話就是廢話 好,現在一句話等於什麼 一句話就等於這句話就是廢話 那這句話就是廢話 等於一句話吧,不一定 好,這個卡跟那個長量不一樣 那這個他們兩個就相當的 剛才說這個 好高啊 好,要用一下吧 我這樣就聲明了一個長量啦 它要一句話 然後這個長量的這句話就是廢話 好,我要用它怎麼要用 還是在使用裡吧 我調色輸出 大家看我這個 我聲明的力量 我直接打它的名字上去就可以 是不是 令牢 你看它就能把這個給輸出來 應該是令牢主機名啦 那我這個長量可不可以呢 我這個長量好像是一句話 是不是 我把它負責然後這樣 可不可以 它說找不到這件力量一句話 那這一句話那要怎麼要用呢 就要加上一個這樣的符號 按住修復 加這個 鍵盤的商就可以要用它了 好,大家看 我這樣就要用了這個長量 這個就是這個 長量的要用是這樣 一個-號然後長量名 長量名 長量全局同用 這什麼意思呢 就譬如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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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說呢 這 全局同用 就 誰都可以要用這個長量吧 這不是在這個 令牢主機中 都可以要用這個長量 好,這長量 有時候沒實力還能講 好,這個我請屏蔽掉它 那在長量在命令中的要用 怎麼要用啊 那 剛才告訴我現在好像沒有要用過長量 是不是 那這長量要怎麼要用呢 我選一個有長量的 的命令吧 我隨便選一條咯 它說可以為以下長量可以 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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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等一下 我有了 不過這條命令沒有納入範圍之內 我 我 我這邊就 月課吧 等一下 這信息框就有這個長量的要用 這信息框這節課沒納入範圍 我一當時先講一下 以後去試一試 這個信息框它有一個 通用型的提示信息 是不是 我不知道啊 提示信息 好 這個按鈕 它就有好多的長量 你看 這隻有個-號的就是長量 是不是 那我來個 來個什麼呢 重設取消鈕 好 我再測試一下 等一下 是不是 我今天就得到一個 一個重設 重設取消鈕 那我什麼呢 我在這個 在這裡啊 在康底色 我給它來個射風鈕 它就變成四伏鈕了 你看 我自己帶給它一個 給它一個 4 4也是四伏鈕 再看一下 那這個四伏鈕等於多少 這四伏鈕等於4 4等於四伏鈕 這很好利 從口標的就是 廢話一句 好 這是廢話一句 七十星期 不 這 又來這個 浪腾啊 保存 好 這也 屏蔽掉 沒納入課程放肥 可是假 看不到了 好 再看看要有講什麼內容 好 這次獲取這個 擇飾能信息 我們怎麼碰到 用戶打開的擇飾能 還有關閉的擇飾能 比如說 你這個小鏡旁被鎖定了 那 要輸入東西 那肯定輸入不去 那我就提示你一下 你的鏡旁被什麼鎖定了 然後我把它解除掉 是不是 那這個就 這樣吧 我來個這個 大鞋 是否被打開 應該是金融吧 金融大鞋 是否被 打開 然後我再Ctrl下C Ctrl下V 我知道了 就這樣一個標籤 好 我知道了 就這樣一個標籤 好 這個我給他 我隨便啦 大鞋 Ctrl下V 會不會拖錯的 這裡是小鞋 是不是 好 這樣吧 標籤 標籤小鞋的標題 等於什麼呢 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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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判斷 取淨庞子 是人狀態 又是一條命令 取淨庞子 是人狀態 大家看一條命令 它有一個反規則 如果 開就是等於真 光就是等於假 那我調式輸出一下 它到底是真是假 我們要給它 倉書 是不是 它就是指示 類別 0 是 這個數字 鎖定了沒有 那這個 大鞋鎖定了沒有 那 我先盡控這個大鞋 的啦 就是 箭龐的大鞋 夾 我打開 針 把它光了夾 好 成功了 那這個 金龐的大鞋 我就 取到了 那 它 還回一個邏輯則 是不是 那我就 如果 針 它這個邏輯則 如果打開就針 這就假 那我就 標籤 不對 應該是一個 如果 不是如果 應該是胖狀 如果還沒有選 標籤 標籤什麼呢 剛才有個 蠟鞋 什麼小鞋 蠟鞋 這標籤 容易 射 否則就 來個 把它 取 鍵龐指示 這次就 不容易了 這次是 提示自己 0 0 0 然後 標籤 小鞋 標籤等於 射 然後就 Fall 好 測試一下 我打開一下 射了 我再打開這個 小鍵盤 光掉小鍵盤 光掉 好 這就破取到了 這樣吧 好 再看看有什麼 內容 好 潛填這個 數據類型的區間 與內存之大小 好 第八點 這個是數據類型 這個 直接型 就 這個 集中期規定的數據類型 就要按規矩來進行 那 比如說這個 自家型 它的 取得範圍是 2到255 如果超出了這個 取得範圍 那就會幹什麼 就會出現 溢出 怎麼說呢 這樣 我來個 這樣按鈕 我來這支藥吧 然後我來個 我來個 加1 Ctrl加C 我再來一個 減1 好 大家 大家看 我怎麼弄 好 我首先是這樣 我頂級就加1 我先生命的命量 叫做 字結型的 它是一個 字結型的命量 好 這是 加1 那我就讓這結型的命量 等於這個 明基礦1 的內容 在這裡啊 這個 數值型 包括 這結 防整數 就是這個 數字型可以與這些 數據的型 兼容 不用轉換 整數型 長整數型 小數 雙進度 小數型 我只是列出一部分的 數據的型 這數據的型很多 你打一下 你在這裡 放下空格 你看成型上萬 好多的數據的型 好 這個數字型 就包括底下 這麼多種 那我如果問你 這個文本型 是不是數字型啊 你一定要回答我 不是 這個邏輯型 是不是你也要回答我 不是 好這就好了 問你這個長整數型 是不是數字型啊 你就要說 是 這個 這個 怎麼說呢 我這個按鈕2 按下是 加1 是不是 我這樣 這結型病量 等於 這結型病量 加1 是不是 那 那也用說 你這個沒有意義啊 因為這個 你這個型完畢後 在內存中被清空了 那是靜態要選 我上次課好像有說到這個靜態 就 咱們把這個數據存儲在計算機中 然後這個計算機 處理完畢後 就把這個 這個給弄掉了 然後就沒有存在這個 直接的病量 所以就要靜態 一直把它留在這個計算機中 好 再用這個 明記框比的內容 就是等於這個 直接行病了 不經中的數據 這是直接 這是文本 那就要到文本 至於是直接 那就要到數字吧 數字包括很多 好 再這樣吧 我給他一個 2404 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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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大家看 等一下 我把這個 把那個 負的也給做出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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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行病了 直接行病了 直接行 然後我看什麼呢 直接行病了 等於老數字 明記框一的內容 那別看得很遠 你等一下就 狂張大悟了 直接行病了 簡易 明記框一的內容 等於 到文本 直接行病 直接行病了 再 Jorge 進去 再進去 再加加加加加... 大家看 我減到 等一下 255 加1 等於多少 等於0 這個 說一下 為什麼 255 加 1 等於 0 這個為什麼 那再看一下 這個 0 減 1 為什麼 0 減 1 等於 255 好快是不是啊 那這就要來 俗法說這個 這個傾堂這個溢出了 它產生的溢出 為什麼呢 這計算計算只能存儲 0 到 255 那你 255 加 1 等於 256 我存不下你了 我就把它清掉 然後放 這樣 然後再來一次 這個減 所以是這樣 你不要超過它的範圍 是沒有四次的 你超過了就這樣 那這要怎麼辦 那就要更換字 數據才行的 它有範圍的 比如你把它改為短整數型 現在就加到好多好多 它都不管你了 你只要不超出我都放回幾個 那裝整數型是 3276 3276吧 加一下 還沒增幅的 上這個 好 就是它都放回1 然後你把它改成 雙進度小數型 那這個 這個是四位小數 好 這個小數 小數型 能支持七位小數 應該是能保留七位 七位小數 雙進度小數 雙進度小數型 就是能保留十四位 十五位小數 那這個 這整數型 不能保留小數 很好理解 以後大家就會明白了 好 再看看有什麼內容 這 大家應該都懂了吧 然後這個 以後在實踐中 會很殘盡 然後就 根本就不用去想它 然後 這個 最近幾節課都會非常緊張 好 這個大家講 這個 變量的作用 與消費這個窗口 最後一年了 那這個變量 就 有作用力了 大家看 這裡有個電腦 是不是 好 那我在這裡 打出我調式輸出 電腦 然後我幹什麼呢 我 我試試一下 它可以調整 等一下 主機 它能調色輸出來 但是如果 應該是在這裡調色輸出來 但是如果 應該是在這裡調色輸出來 但是如果 應該是在這裡調色輸出來 關掉 現在能取出來是不是 那好 大家看我現在是在這個 十種週期裡 在這個指程序裡 我能取到這個 我把它 修化一下 然後我幹什麼呢 我在 我在這裡 來個 當路的按鈕吧 大家看 找不到 指定變量電腦 為什麼呢 你看你看 在這個電腦這裡 剛才在那個十種週期可以調用 那在這裡為什麼不可以調用呢 因為 這屬於一種 一種 權利的問題吧 比如說你是校長 你可以 管理老師 也可以管理學生 等一下 用文字來表達 這個校長 校長 他可以 管理老師 那老師可以 管理學生 是不是 那 當作這種原理 那個校長 他可以 管理老師 也可以 管理學生 那這個 反過來 這個老師 他只能管理學生 而管不了校長 是不是 就是這個原理 那這個 這個變量的作用力跟這個有點相似 比如說這個 全局變量 它可以管理 程序局變量 也可以管理局部變量 那這個程序局變量 它可以管理這個局部變量 然後這個局部變量 局部變量 局部變量 就只能管它自己了 是不是 這 三 就是這個 光系 然後 什麼叫局部變量 就是 在這裡的 就是專門給一個程序用的 就是叫做 局部變量 然後你在這裡 這裡就屬於這個 程序局變量 在這個程序局都可以用 比如我在這裡 程序局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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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 在這裡可以用 然後我在這裡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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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我把這個空障礁關掉 我想不行 那我看一看吧 有沒有什麼特殊意義 如果空障礁把它選回家 如果是這樣一個界面的話那你怎麼把這個程序給關掉 請問這樣 給你這樣你怎麼關掉這個程序啊 那我們就要用到一條命令囉 叫做 關掉 關閉 應該叫退出比較好吧 好 這個退出怎麼說呢 就銷毀一條命令而已 這銷毀只是銷毀一個窗口啊 不是說你把這個整個程序 以後再前堂這個銷毀窗口吧 這是銷毀窗口的意思 好 退出他就不 那就退出了 好幾張想到這個退出那有人會問 那我怎麼最小化最大化呢 好再看一看 最大化 啃臭加西啃臭加鬼 這是最小化 好足夠最大化 最大化在這個窗口裡 等一下我把這個按鈕給黃零過來 唉 不要黃零了 說好再說 這個啟動窗口 我頂級的啟動窗口啊 這裡有個屬性 叫做位置 好這個位置 我們來改他的屬性 0就是通倉 1就是居中 2就是最小化 3是最大化 好那這個改他的屬性就好了 那這個啟動窗口不要改名啊 你改了名 你等一下就知道麻煩來了 因為功力不深 你等一下可能不知道怎麼 怎麼回色 好這個啟動窗口 啟動 啟動窗口的位置 這個 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 2 2是最小化是不是 3是最大化 好那我就等於3 那這裡是等於2囉 好測試 最小化 可以最大化可以 好退出可以 好這個就ok了 好我再把它黃映過來 普通可調邊框 也不可以啊 我剛才是把那個控制按鈕給選為假 好這個就基本好了 把它再拖過來 看看還有什麼內動要講 好這下課就講到這裡吧 因為這個 什麼呢 這內動也講完了 那一定要好好的把這個給 學習 我在看到這句名言很好 真理啊 就是你再遠的路 一步一步的走 你始終都能到達 你如果 再短的路你不賣開張角 你也不怕做 就比如說我問你 一加一等於多少 那你回答我 這個問題太簡單了 我不回答你 你你錯了 我問你你不會 我這樣就可以說 你不會一加一等於2 好是不是啊 這課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觀看 謝謝大家的觀看